评论简报 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由六都团队整理而成 击败独裁者,强人时代民主如何占上风 外交政策 查理斯·邓斯特在他的书《击败独裁者,强人时代民主如何占上风》中探讨了民主国家为其公民提供服务的概念以及他们如何做得更好 他认为,民主国家在历史上曾带来伟大的东西,但今天却做得不够 为了保持对专制国家的优势,民主国家需要确定自己的缺陷并加以补救 邓斯特将政府定义为能够为其公民提供美好生活式交付,包括基本需求,功能正常的国家机构和强大的经济 从历史上看,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自由、开放和稳定的制度 然而,今天的专制国家更有能力和吸引力,为人民提供高品质的生活,同时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专制国家是否比民主国家更有效地提供美好生活 邓斯特认为,民主国家并非注定要失败,但他们需要重新定向和更好的长期战略来与专制国家竞争 他为振兴民主提供了政策建议,例如投资于人力资本和创新,建设强大的基础设施,扩大医疗保健和工人权利,清理腐败以及制定民智的移民政策 虽然,《打败独裁者》是一本发人深省的书,有经过充分研究的统计数据和有利的意识,但他也有一些缺点 邓斯特挑选了新加坡和阿联酋等成功的独裁国家,并建议民主国家应该效仿他们的政策成功 然而,这众对高度反常的专制国家的关注,忽视了世界各地独裁者更广泛,更令人沮丧的图景 独裁政权更有可能是失败而不是成功,专制统治与低人均GDP之间存在相关性 此外,像新加坡和阿联酋这样的小专制国家的模式,可能不适用于较大的国家,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 邓斯特的许多建议都接近于不切实际的,因为在主要民主国家通过全面改革并不容易 克服民主国家的僵局和分裂是一项挑战,敦促政治家更勇敢和有勇气可能是不够的 这本书还忽略了民主在外交政策中提供的优势 民主国家建立更大,更有效的联盟,更有可能签署和遵守国际协定,更有可能赢得战争 在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战略竞争中,民主国家能够共同实现的目标可能比他们在国内单独实现的目标更重要 民主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调具有巨大的潜力,例如民主技术联盟和贸易伙伴关系,以对抗专制胁迫 总之,民主国家可以通过继续提供稳定的经济制度和自由来促进创新和增长,从而击败独裁者 他们应该利用其综合经济实力来建立军事力量,并威涉休正主异毒财政权 他们应该深化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以推进共同目标并制定未来战略 加强本国的社会和机构对于释放民主在国内的全部潜力也至关重要 中国在1991年8月急于与政变者建立联系,结果 经济学人 中国将不遗余力地阻止革命在俄罗斯扎根,因为保留克里姆林宫一位反美和对中国友好的领导人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从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当涉及到俄罗斯时最好拭目以待 因为他在1991年8月未遂政变期间急于与政变者建立联系,结果两天后政变分子被捕 中国官方对最近瓦格纳事件的反应是平静的 中国外交部长表示支援俄罗斯的稳定 中国意识到其伙伴的软弱日益严重 但他不太可能撤回对普京的支援 甚至可能增加支援以维持其政权的运转 这种支援水准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 因为他担心如果将普京扔到公共汽车下 美国只会将让步收入囊中并继续挤压中国 此外,如果普京被反华政府取代 将使中国在战略上被包围 中国需要合作伙伴 而俄罗斯带来了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占据上风所需的要素 包括其核武库 常规能力 先进军事技术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发言权 以及自然资源 如果普京面临另一次政变企图 中国没有直接说明普京的工具 但他可以确保 俄罗斯不会因经济衰退 或乌克兰失败而被推到革命的边缘 中国将继续与俄罗斯进行贸易 包括让普京的战争机器保持嗡嗡作响的技术出口 并向俄罗斯出口高科技镇压工具 中国还在俄罗斯建制派中培养其人卖网路 以确保他了解普京之后 克里姆林公统治者并与之保持良好关系 事实上 叛乱可能加强了普京的地位 政客网站观点 俄罗斯雇佣兵公司瓦格纳领导人叶夫根尼 普里格任最近的叛乱 引发了人们对普京政权的稳定性 俄罗斯军队的能力 以及乌克兰战争未来的猜测 然而 普京被叛乱削弱的说法 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援 没有迹象表明 精英成员正准备挑战或取代普京 因为没有人支援普里格任的行动 或采取行动支援他 事实上 叛乱可能加强了普京的地位 因为他能够在政权中保持稳定和忠诚 叛乱可能揭示了政权内部某种程度的腐败 但这并不奇怪 因为赞助和回扣 是国家运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 普京向俄罗斯人民解释叛乱的能力 不太可能成为问题 因为他向全国发表指责乌克兰叛乱的讲话 似乎正在发挥作用 对普里格金的支援率下降 普京的支援率没有变化 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 俄罗斯国家有破裂的危险 因为省长为普京服务并害怕他 唯一的例外 是车臣统治者拉姆赞 卡德罗夫 他已对普京的忠诚而闻名 叛乱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能力的影响 也不太可能很大 因为瓦格纳很可能会被并入国防部 并且可能会任命更有能力的领导层 总的来说 叛乱是对普京政权的压力测试 他通过了足以维持稳定 那些希望普京政权垮台的人 应该考虑像普里格任这样的人 控制俄罗斯和密码的替代方案 马克龙的白日梦 欧洲战略自主 外交政策 法国总统马克龙 呼吁欧洲战略自主 引发了争议和辩论 马克龙认为 欧洲需要建立其防御能力 并在战略问题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然而 依赖美国安全的中东欧国家 对法国的提议持谨慎态度 并将其是位对美国领导的 北约联盟的挑战 他们担心法国正在利用战略自治的理念 来提高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力 虽然许多欧洲国家都同意 欧洲需要为其安全做更多的事情 但马克龙的评论 被认为品位不佳 且时机不佳 美国一直是北约的强大伙伴 并一直积极参与援助乌克兰 许多人认为乌克兰需要得到支援 才能阻止俄罗斯的侵略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贡献 远远超过法国 几十年来 战略自主的概念一直是法国外交政策 话语的一部分 但马克龙已将其注入现代欧洲辩论中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 法国提出的政策主要是防御性的 还是更加自信的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他建议欧洲应该加强其防御能力 以与北约竞争 而不是补充北约 美国关元清 向于江马克龙的言论侍卫花言巧语 并将其世卫 法国希望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一部分 他们认为 法国有意利用欧盟作为实现其战略自主愿景的工具 但承认欧盟很难救济体防御达成共识 许多中欧和东欧国家更愿意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 作为让美国参与其安全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 法国正试图促进其国内国防工业 有人担心 法国的保护主义 可能会阻碍国防采购的效率和速度 虽然欧洲国家 欢迎加强军事能力的想法 但他们对欧洲政客 及其世界观持怀疑太多 他们怀疑 如果美国没有反击普京 法国和德国 是否会在面对俄罗斯的侵约时采取果断行动 马克龙最近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加入计划 标志驻法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他还承认 法国没有充分关注中欧和东欧国家 对俄罗斯设计的担忧 马克龙强调 他战略自主的目标 是加强欧洲防务 作为北约的支柱 而不是导致与美国的分裂 总体上看 战略自主性之争 拉近了法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距离 增进了认识 虽然仍然存在担忧和意见分歧 但人们认识到 欧洲一体化 和强大的美国领导的北约队安全的重要性 东南亚人给乔拜登的一封公开信 外交官 作者是新加坡公民 在信的开头 表达了他对拜登总统2013年 访问新加坡的美好回忆 以及他对美心之间牢固关系的赞赏 他表示 支援拜登总统 并相信 美国的力量 是一众为全世界人民带来希望的想法 逼着赞扬布林肯国务卿 近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其他中国领导人 进行的建设性对话 他认为 两国都走在稳定关系的正确道路上 作者认为 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将军的制裁 李尚福将军 在2018年 从俄罗斯购买做战装备后受到制裁 将是一个重要的善意姿态 可能有助于加强美中关系和对话 作者强调了 美国与中国之间 以及中国与台湾之间 和平合作的重要性 他引用了最近在中国进行的一项调查 该调查显示 只有1%的受访者希望对台湾进行军事攻击 1%的受访者表示战争是不可接受的 他强调了习主席对于台湾和平统一的承诺 作者呼吁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维持中台和平共出现状 他认为 通过这样做 该地区实现和平的可能性更高 这对进步和繁荣至关重要 作者还建议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可以成为美中合作的主要领域 他提到 北京最近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 并强调了 两国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和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重要性 最后 笔者热烈欢迎拜登总统 吉吉佩尔 吉尔 拜登博士 以及习主席吉吉佩尔 访问新加坡 他对拜登总统对美国和该地区进步的贡献表示赞赏 并希望美中之间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与合作 他强调 世界和平 稳定与合作的重要性 以及两国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和其他全球挑战的必要性 谢谢收看 评论简报 请通过 6度brief.com订阅 美国的商业环境正在访问北京 讨论美中之间的经济政策问题 尽管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了较少的敌对态度 但仍有许多有争议的问题 其中包括技术和贸易管制 美国限制中国获得半导体 并考虑进一步控制先进芯片和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投资 美国还利用关税和其他措施鼓励供应链签出中国 中国的商业环境正在恶化 企业担心引起政府的负面关注和国家安全法的收紧 在美国与中国有联系的公司正面临劳工实践 客户数据使用和进口实践方面的审查 人民币的价值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人民币最近的疲软使中国出口在美国更具竞争力 最后围绕国家安全和人权的紧张局势 正在蔓延到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中 这里是世界简报 拜登在阻止本 话来事后推动乌苏拉 冯德莱恩成为下一任北约老板 英国每日电讯报道 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是下一任北约秘书长的首选候选人 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与美国总统拜登建立了牢固的关系 据说是英国国防部长本 话来事拒绝后美国的首选 然而 人们对冯德莱恩处理德国国防部的方式感到担忧 并对他再次当选欧盟主席表示怀疑 冯德莱恩表示 他现在或将来都无法胜任北约的工作 这里是世界简报 荷兰 日经亚洲报道 荷兰政府呼吁欧盟EU对中国针对半导体制造中使用的两种金属的新出口规则做出回应 中国的举动被视为对美国及其盟国对其实施的出口限制的回应 荷兰最近出台了规定 要求出口ASML制造的芯片制造设备获得许可证 政府表示 这些规定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欧盟对中国的限制表示担忧 敦促该国只实施国家安全所需的限制 荷兰政府便称其出口管制是国家安全问题 因此取决于个别欧盟成员国 这里是世界简报 为什么中国应该对邻国更友好 经济学人报道 中国有缺陷的外交使该国难以与14个陆地邻国保持良好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加强与邻国的关系 但他的努力没有按计划进行 一些邻国正在与美国更紧密的结盟 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 而另一些邻国则担心中国的意图 中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弱点 可能会削弱习近平挑战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的雄心 中国的邻国由于其众多的陆地和海上边界 以及具有自己区域野心的邻国的存在 因此尤其具有挑战性 中国的邻国分为三类 脆弱或失败的国家 害怕中国统治的有敌 以及与美国签订防务条约或军事合作的国家 许多邻国对中国持保留态度 因为中国在领土问题上过于强硬 强制性的经济政策和严厉的外交方式 虽然中国是邻国不可或缺的经济伙伴 但它与邻国的贸易却是不平衡的 因为它向邻国出售的比从邻国购买的要多 中国还利用其经济影响力惩罚激怒它的邻国 它的一带一路项目帮助弥补了这一点 但他们往往因过度承诺和忽视当地情绪而受到破坏 中国的邻国越来越多地表达对中国的不信任 许多国家正在向日本和美国寻求更紧密的关系和发展援助 这里是世界简报 莫迪的访问是否标志着美英蜜月的开始 没那么快 南华早报评论版报道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最近对美国的访问引发了对两国关系的质疑 虽然莫迪受到了热烈欢迎 但对印度人权的担忧仍然存在 美国一直面临批评印度人权记录的压力 但拜登总统的回应 强调两国作为民主国家之间的尊重 凸显了印度被西方接受和尊重的先决条件 印度作为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力量的潜力 使其成为美国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 但他们的关系中存在需要解决的挑战和矛盾 此外 印度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 必须与其社会条件和民族特点保持一致 印度能否在与美国接触的同时 保持独立并追求自己的野心还有待观察 这里是世界简报 世界迎来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 7月3日 全球平均气温达到17.01摄氏度的新高 这是自19世纪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 该记录是在6月被却认为 有史以来最热的6月之后创下的 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的科学家表示 这一增长是由于自然天气事件 厄尔尼诺现象和人类排放二氧化碳的结合 研究人员认为 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增强 今年夏天将打破更多记录 这里是世界简报 Shine与银行和交易所就美国IPO进行谈判 南华早报报道 在线快时尚零售商Shine正在与包括高盛 Goldman Sachs 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 和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在内的投资银行就潜在的美国首次公开募股 IPO进行讨论 IPO的时间尚不确定 由于美国立法者对该公司劳工行为的审查 可能无法进行 Shine上一次估值超过600亿美元 尚未决定其IPO的地点 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都与该公司联系 试图说服其选择自己的交易所 这里是世界简报 普京 习近平和莫迪在镜头前会面 但没有更大团结的迹象 纽约时报报道 俄罗斯 中国和印度领导人本周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 SEO的虚拟峰会 每个领导人参加会议都有自己的目的 对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来说 这是关于在瓦格纳雇佣军集团起义后 投射力量 并要求国际社会支持他在乌克兰的战争 对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说 这次峰会是一个批评美国的机会 呼吁结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对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纳然卓莫迪来说 这次会议是表明印度地位上升 并通过呼吁打击恐怖主义 来批评巴基斯坦的一种方式 这里是世界简报 中国危险的法律扭曲 国会山报报道 中国制定对外关系法 使他们为迎合自己的野心 而操纵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延伸 北京对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态度 与其民主观相同 共产主义国家的目的高于一切 中国对国际法的操纵 可以从其对台湾的处理方式 以及美中台关系中看出 1972年的上海公报 试图在国际法的基础上 建立双边外交关系 但中国对美国在台湾地位问题上的 模棱两可的立场感到不满 美国后来通过台湾关系法 澄清了对台湾安全的承诺 中国诋毁了台湾关系法 特别是它对台湾军售的保证 北京在1995至1996年 通过向台湾海峡发射导弹 来测试美国的承诺 但陷入僵局 中国随后于2004年通过了 反分裂国家法 以促进和平统一 但警告说 如有必要 它将采取非和平手段 中国对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态度 与其民主观相同 共产主义国家的目的高于一切 这里是世界简报 人工智能只需五个小时 即可设计出功能计算机 英国独立报报道 中国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人工智能 AI 工具 可以在五个小时内设计出一台工作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家团队创造了人工智能 以证明机器可以以与人类类似的方式 制造计算机芯片 人工智能能够设计一个工业规模的CPU 能够运行Linux操作系统 并在验证测试中达到99.99%的准确率 研究人员表示 人工智能自主发现 设计计算机设计的能力 有可能显着缩短半导体行业的设计周期 这里是世界简报 福岛将释放100万吨经过处理的放射性水 英国《每日电讯》报道 联合国已批准日本计划 将福岛核电站的100多万吨经处理的放射性水排放到太平洋 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拉斐尔·格罗西 Rafael Grossi表示 排放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微不足道 这些水经过处理 以去除除穿以外的大多数放射性元素 将在几十年内释放出来 该计划遭到了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批评 以及当地居民对安全和生育损害的担忧 Coco李文 原名李美林 出生于中国香港 是一名华语乐坛顶尖的流行乐女歌手 也是一名影视演员 不少人以为李文是个台湾人 但其实他只是从台湾发迹 李文不但可说流利的广东话 他更是在香港出生及长大 父亲为印尼华侨 母亲祖籍为湖北武汉 李文曾在生生不息中表示 虽然童年没有父亲 因为在自己临出生前 父亲因病去世 母亲亦没有改嫁 并独立抚养他们三姐妹 虽然曾在香港居住板间房 但童年生活过得愉快 所以对香港的印象良好 李文后来九岁时全家移民到美国生活 一直相安无事 李文曾在节目中 曾分享过童年的一大要事 1989年时 当年李文14岁时 突然发生强度超过6.9级的大地震 正在温习功课的李文目睹 整个诊所摇晃不止 对街的玻璃窗纷纷爆裂 幸好最后全家人平安无恙 经这个地震事宜后 更加深了一家人的关系 一因童年多处定居所致 造就李文精通中文 粤语及英语 虽然李文在九岁便移居美国 童年定居香港所留存的好印象 促使他在1993年的暑假期间 回流香港参加歌唱比赛 并在新秀歌唱大赛 以亚军出道 并获得唱片公司赏识 其后有机会安排去台湾发展 在台湾发展的时间 李文分享到一开始的路并不好走 因为出出道食国语不好 只好卖力搞笑 加上唱功 最后在节目 龙兄虎弟中迅速走红 在一番努力下 李文以未满20岁之灵 用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一炮而红 唱片大麦 更拿到当年的最佳新人奖 随着最佳新人奖 李文更在一年之内 出了四张个人专辑和无数合集 可惜 年轻的李文并 未有因为众多唱片 而过上好日子 他曾分享过 因为当年不知板税为合物 结果 一直靠住低廉的车马费维持生活 李文当时一星期的收入 仅有一千元台币 只够吃面包和方便面 当时的刻苦生活过了一年半 李文不敢生病 更不能失场 因为失场会被罚钱 李文通过 与佳人的长途电话 支持自己继续追梦 艰苦条件并没有令李文心生后悔 反倒将他训练成了录音高手 高峰期李文一小时 可以录一首歌 谈及李文坚持的理由 他指我不知道什么叫惨 以前看很多香港明星的故事 比如周润发 刘德华 成龙 他们比我更惨 所以我一心以为 做明星都是很苦的 要成功 就需要过一些很苦很苦的日子 幸好在后来的日子里 心力唱片 与做词人摇签的出现 令李文的苦日子挨到头 从1996年的 往日情 爱我久一点 自己 令李文逐渐成为主题歌 及广告歌天后 当中更有令李文 登上奥斯卡舞台的 月光爱人 李文是首位 进军美国歌谈命于 全球发行英语专辑 首位登上奥斯卡金像奖班 讲典礼献唱 首位在NBA篮球赛中 常演唱美国国歌 首位获邀于 美国洛杉矶华特 迪士尼音乐厅 Walt Disney Concert Hall 举办个人演唱会的 华语歌手 代表作 DDD荣获Billboard 国际最佳华语音 乐路影带 其所演唱的 I Love Before Time 曾入为第73届 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并凭此曲之中文版 月光爱人 荣获第二十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不幸的是 李文在事业 正当红日之时 可能因为长期 高强度的工作 让李文的身体 到达了极限 当时李文突然发现 自己的嗓子 高音唱不上去 中低音又控制不稳 基本上处在一个 五音不全的状态 这个状态令李文 在完成了2008年 北京奥运会录制歌曲 Forever Friends 后便要推掉了 所有的工作 状态更维持了一年多 在康复过程里 李文并没有怨天尤人 反倒开始了 学习生物学的专业 并从头开始练习发声方式 据悉 虽然这段时间难熬且痛苦 但是李文都一边哭泣 一边练习发声 声音状态失衡后 试过多年后 本月24日 时李文从微博中 透露自己天生左腿有缺陷 并已经入院准备进行 骨盆与大腿的手术 一直靠着单脚支撑的李文 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从没有透露半点威严 李文说 自己忍受痛楚很多年了 现在已让我无法正常生活 老天爷逼我要去面对 这么多年在舞台上跳舞 其实是靠一边腿 去支撑整个身体 这一切都是 靠自己的意志力 李文灯说 其中最难受的是 医生用了一根很粗的铁棒子 穿过我的左脚跟 在家腿上打了石膏 让我完全不能动 对一个小孩来说 这个很折磨人的 导致当时天天哭住入睡 当时李文坦言 我忍受痛楚很多年了 之前他在阴牌舞 一个不小心导致就急复发 髋关节一味压住神经病 入院治疗 曾希望大家帮他打气 没想到粉丝等到的仍是汗事 据李文二姐李斯林 Nancy所言 李文的手术线已成功 并需要康复七六个月 欲带皇冠 必成其重 割后 给予李文的考验并不单单 在于个人健康 集成后之路 上天一级与家庭这门课题 李文与加拿大籍富商老公 Bruce Rokovic于 2011年结婚 两人多年内 虽然没有生育 李文仍将对方 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 是如己出 一家四口 一直给外界幸福的形象 今年Bruce三度传出部中 及妓女选择支持爸爸 令李文大受打击 极敢背叛 据悉 半年前李文搬出南区 寿辰山道小影花园的爱巢外 社交平台上 停止追击两位妓女 李文的坚强 并不单单因她一路无拘的逆风而行 而是在与她的不败意志 碰到挫折没有后退 而是直面面前 正如她的际语 她在成就中欲火中 生成一名女战士 李文说 态度决定一切 现在我就是一个女战士 再次面临一个大挑战 人总有脆弱的时候 这是难免的 可是我们永远要记住 乌云过后太阳就出来了 不管怎么样 我会努力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知道我一定可以的 Coco李文二日送医前 发了长达40秒的语音给粉丝 亲爱的 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 你们做我的后盾 我会加油 那这段时间呢 希望你们自己也身体健康快乐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们 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 爱你爱你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gifts 非常谢谢所有的礼物 Very thoughtful 非常贴心 Love you guys 爱你们 李文2023年7月2日 在家中轻生 送院后 一直昏迷 金医院团队 努力抢救及治疗 最终于 7月5日去世 结束了她传奇的一生 世界简报 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 整理出内容精要 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 上海俱乐部对抗北约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敦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加强团结 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上河组织是一个欧亚政治 经济和安全组织 在印度主办的虚拟会议上 欢迎伊朗成为其第九个成员 该组织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几个中亚国家 近年来一直在扩大其影响力 将伊朗列位正式成员引起了批评人士的担忧 他们担心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和伊朗的结盟 他们认为这些结盟本质上是反西方的 然而 上河组织秘书常张明拒绝与北约进行任何比较 并强调该组织不是一个政治或军事集团 与此同时 欧盟正朝著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并在全球事务中奉行更加独立的战略 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了 欧洲团结和建立欧盟自身利益的重要性 而不是依赖美国或中国 然而 中国和欧盟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 表现在北京取消了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何塞浦·伯雷尔·Joseph Burrell的访问 以及欧盟最近减少对中国关键技术和零部件依赖的战略 虽然上合组织和欧盟已经举行了高层会议 但两个集团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仍不确定 一个美国政府机构如何帮助中国赢得科技竞赛 国会删报 中国成为全球技术领导者的目标 可以得到由主席利挪和利纳康领导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行动的说明 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 他将派遣官员协助欧洲实施和执行欧盟的数字市场法DMA 该法旨在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主导地位 并为欧洲科技公司提供竞争优势 然而 这最终将破坏创新并增加对中国技术的依赖 DMA要求指定的技术 看门人与竞争对手公司共用某些数据 并限制他们将收集的数据用于其他服务的能力 不遵守这些规则将导致巨额罚款 DMA施加的合规成本可能高达500亿美元 这些成本将转嫁给消费者 被指定为守门人的美国科技公司 可能要么必须创建符合欧盟合规规则的新服务 要么完全退出欧洲数字市场 这不会使重视美国平台提供的安全性和服务的美国或欧洲消费者受益 大多数守门人都是美国公司 DMA不会为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相反 它将使中国科技公司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主导数字市场 这符合中国的目标 即让世界依赖其技术来获得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允许中国科技公司取代美国科技公司会带来隐私和安全问题 因为中国政府可能会访问消费者数据 此外 虽然欧盟通过DMA针对美国科技公司 但它继续在其关键基础设施中使用中国技术 加剧了国家安全风险 通过说明其他国家破坏美国科技领导地位 汉主席正在危及美国的竞争力 并将优势交给威权主义竞争对手 重要的是要考虑哪个国家和哪一套价值观将塑造未来 Twitter陷入了混乱的厄运回圈 处于崩溃的边缘 卫报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 Elon Musk 自接管Twitter以来一直因处理Twitter而受到严厉批评 用户报告了访问和发布推文的主要问题 马斯克指责商业服务的数据抓取和系统操纵 作为回应 他宣布了对非付费使用者的推文浏览量的新限制 后来在公众强烈反对后提高了这一限制 这种混乱的决策引发了人们对马斯克能力的怀疑 并疏远了记者 活动家和企业 马斯克试图强迫使用者订阅付费会员 Twitter Blue 也遭到了批评 因为许多用户无法承受成本 此外 马斯克还解雇了超过一半的Twitter员工 包括负责信任和安全的团队 导致用户体验下降 他还停止支付办公空间和伺服器的费用 进一步影响了平台的性能 尽管马斯克以聪明的思想家而闻名 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战略决策 或对改进平台的兴趣 相反 他靠债务经营 Twitter并与危险的个人进行交易 Twitter的财务状况也岌岌可危 每年的债务支付超过了现金流 虽然Twitter一直存在骚扰和错误信息的问题 但他以前是社会正义活动家的平台 并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重要资讯 在马斯克的领导下 Twitter已经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避难所 不再有用或有益 该平台似乎处于技术死亡螺旋中 故障导致计算机在无线回圈中要求伺服器提供数据 马斯克控制下的Twitter的未来是不确定的 但他的崩溃似乎迫在眉睫 骚乱平息 在巴黎郊区南泰尔枪杀一名北非裔青少年之后 死亡引起了愤怒 并导致了夜间骚乱和远景镇压 此后 局势趋于平静 每晚逮捕的人数减少 然而 骚乱凸显了法国社会内部的深刻分歧 特别是在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融合 以及远景暴力和歧视问题上 政府和政治右翼表示支援远景病 谴责暴徒 但很少愿意参与有关歧视和暴力的投诉 相比之下 左翼政党和许多公民强调了郊区移民后裔法国青年所经历的种族主义和边缘化 射杀这名少年的远景被拘留 面临自愿杀人指控 一名集右翼人物发起的为该官员的家人筹集资金的众筹活动收到的捐款远远多余 为这名少年的家庭发起的类似活动 然而 在投诉和法律行动威胁之后 该运动被关闭 内政部长计划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回答有关骚乱的问题 据报道 超过一千家商店和企业受到骚乱和破坏行为的影响 雄心勃勃的联合国未来峰会会只是过去的重演吗 国会删报 2024年9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未来峰会的谈判已经开始 该峰会将讨论包括裁军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在内的重大全球议题 峰会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拟议的全球数位契约GDC 它将解决关键的互联网政策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发布了一项提案 呼吁达成一项涵盖八个数字问题的全球协定 包括将每个人连接到互联网和监管人工智慧 对古特雷斯提议的回应反映了地缘政治冲突和互联网冲突 发展中国家和中国注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而美国则强调对私营部门的依赖 GDC提出了长期存在的互联网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安排和协议的主题 例如互联网隐私和人工智慧监管 首脑会议可以为高级别互联网辩论提供一个新的论坛 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作用 并为新的体制安排打开大门 伊朗因克基被击落而告上世界法庭 路透社 加拿大 瑞典 乌克兰和英国已要求国际法院ICJ 就2020年击落一架乌克兰克基仪式对伊朗提起诉讼 这四个国家认为伊朗违反了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义务 该公约旨在确保民用航空旅行的安全 他们声称伊朗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飞机坠毁 也没有进行公正和透明的调查 大多数受害者是参与请求的四个国家的公民 伊朗此前承认 在与美国高度紧张的时期 其部队意外击落了这架飞机 然而 有关国家认为伊朗的解释是不够的 并寻求对这一事件负责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黑洞和引力波 德国之声 根据6月发表的一项研究 科学家们正在利用黑洞引起的引力波来研究宇宙最大的秘密 包括看不现的暗物质 引力波是由宇宙中重品质的加速引起的空间连一 这些波几乎微不足道 只用中子的大小拉伸和挤压人 然而 科学家可以使用复杂的设备来检测它们 引力波是由恒星 超新星和恒星或黑洞的双星系统的不对称爆炸产生的 该研究使用脉冲星技术来检测波 并发现了百万分之一秒的差异 证明要波的存在 引力波可以提供有关暗物质的资讯 暗物质包括宇宙的大部分 暗物质不发光或电磁辐射 因此难以研究 美国雷射干涉引力天文台 LEGO在2015年探测到高频引力波 世界简报 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惊讶内容 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 迅速掌握全球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